陈斌和菲菲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 可以说是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后来他们两个人上了同一所大学 在大学里陈斌非常照顾菲菲 因为他觉得一个女孩子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上学 真的很不容易 并且他们两个人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伙伴 刚开始的菲菲觉得这并没有什么 因为他一直把陈斌当做自己的好朋友看待 可此时的陈斌并不是这样想 其实他早已经喜欢菲菲好久了 只是一直没有勇气去向菲菲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 直到五月份的时候 他和菲菲一起出去游玩 那天有好多的人 陈斌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向菲菲告白了 他告诉菲菲说 我不想再错过这次机会 如果你不答应我 那么我也就对你使心了 可此时菲菲听到陈斌这番话时 不禁笑处的声 这让陈斌感觉到一头雾水 就这样 两个人在游玩的过程当中 确定了恋爱关系 随后在大学生活里 两个人每天都会一起去上学 放学之后 两个人一起出去吃饭 这在很多朋友眼里都非常的羡慕 觉得他们两个人 简直就是天照地设的一对 当彼此父母知道的时候 都非常赞同他们两个孩子在一起 因为那个时候 很多家庭都讲究门当户对 两个孩子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对彼此都非常的了解 就这样 他们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菲菲和陈斌结过婚之后 两个人的生活也过得非常幸福 而此时陈斌家里非常的贫穷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心爱的女人 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 后来陈斌就进了一家贸易公司 他心想只要自己勤奋 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 他到公司不到半年的时间里 业绩就做得非常好 因此老板也很重视他 觉得他是一个可用之才 于是陈斌就被上级领导 安排到外地去出差一段时间 而此时的陈斌 他也很想借着这次机会 往上爬一爬 可是当时把这件事情 告诉菲菲的时候 菲菲虽然心里面 很不想让陈斌去 可是他又不想让陈斌 奋斗了这么久 为了他放弃自己的事业 没办法只好赞同陈斌出差 在出差的那段时间里 菲菲一个人待在家中 似乎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而且我们都知道 长久的分居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真的是一种煎熬 因为女人一旦上了年纪之后 她们就会感觉到如饥是渴 就这样 两个人开始了长期的一滴分居 时间久了 菲菲就把对陈斌的这种爱 转移到外边那些男人身上 后来菲菲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男人 于是两个人就按耐不住寂寞和对方约会 就在那次约会中 菲菲和那个男人发生了性关系 事后菲菲一点没有觉得后悔 她似乎感觉到 这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那个男人对菲菲也很需照顾 同时也让菲菲感觉到心中分享了温暖 有一次菲菲把那个男人领到家中 可就在这时 陈斌突然从外地出差回来 当当打开家门的那一刻 真的不敢相信 眼前的这个女人竟然是自己的老婆 而菲菲看见陈斌回来的时候 她顿时间愣住了 但她也没有再去隐瞒什么 就这样两个人和平地离婚了 同时一个离婚男人 给全天下男性的适条婚姻宗告 愿男人们别布她后尘 一在结过婚之后 一定不能够和自己的女人长期分开 二不能够太自私霸道 三做什么事情 不能够顺着自己的心意走下去 四永远不要把自己的女人 当作下人去使唤 谢谢大家